全油管最快新闻 近日,湖南长沙宇花区商务局局长李某平被爆出与一名男子不雅聊天的截图 李某平曾任商务局局长,但于2023年被免职 现担任宇花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据悉,宇花区委组织部已接入调查,并将发布调查通报 聊天记录显示这次不雅聊天从2021年12月开始 内容十分露果,还富有裸露照片 而李某平在外地出差期间还多次邀请对方见面 根据公开信息,李某平在2021年2月被任命为商务局局长 但在2023年4月被免职 释发后,李某平已停止上班,具体情况上不清楚 宇花区委组织部正进行调查,进一步请矿代通报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晓天下事